Hello guys In this episode I will make self intro video I will speak Chinese in this episode ok 第一个我要介绍我 我自己 因为我已经拍了好几集的影片 但是我还没正式做 自我介绍的影片 ok 我的名字叫 建伟 我是马来西亚人 我来自亚罗斯达 我现在是 我是个航空学院的 学生 今年就读于预科班 我在今年里面 我会 从预科班上 那个 本课生 在这之前 我已经有拿过 国评课程 在马来西亚 我在 玄兰州的 万金技术学院 修读 飞机维修工程 然后在这之前 我高中的时候 我是读 技术学校 而在读技术学校当中 我是修电子 以电器工程 而在这之前 我也是 就读于华校 我算是 极华的校友吧 这些是我 基本的教育背景 现在 我会说说 我为什么我要 开这个 这个 YouTube 的 频道 一方面 我也想要分享 我在这里 留学的经历 另一方面 我觉得说 俄罗斯这个地方 在我们 可能 东方眼里 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 也为什么说 我想要拍片 就让你们 更认识俄罗斯这个地方 也想打破你们 对俄罗斯的 这个 这些很多 刻板 一些 所以说 这些是我 当初想要开 这个 YouTube 频道的 原因吧 我怎样接触到 俄罗斯这方面的 执行呢 事情是这样的 那时候 我在 沙拉南 给我的这个 文凭课程 最后一个学期 也就是实习 所以 我去 一个 教育展 在古城 从 那里 举办的 教育展 在那时候 我看到 那个 莫斯科航空学院的 这个 市场 推销的人 呃 人员 从他们那里 我就接触到 学 而 从这里 我也知道说 这个 俄罗斯政府 每年都会提供 这个 奖学金 所以 我就 带着 一场 侥幸 侥幸的 心理 来尝试 申请这个奖学金 到最后 很幸运的 给我拿到 这个奖学金 也就现在 我为什么 我会在这 而 奖学金的 这个 这些 资讯 我会 放在 这个 下面的 这个 介绍栏目 你们有 兴趣的话 你们可以看看 还是 你们可以 查询 这个 俄罗斯 文化中心 我今天的视频 就到 这里 你们 喜欢 的话 请 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 打开 小铃铛 以便你们可以接收 热热心 最后 我是 建伟 谢谢你们的 关系 下一集见